經營榜呢 我看大家非常歡迎 他們是有在上班 對… 總統蔡英文 2019年曾到知名社群網站 D-CRAD參訪還註冊帳號 這是熊者隱私 所以一旦可能出現什麼緊急狀況 我們就快點來 就是按一下這個按鈕 強調最注重隱私權 結果卻成了詐騙集團工具 11月3號十多名刑警 大陣仗池搜索票上門 公司人員一度傻眼慌亂 根據週刊報導 疑似有詐騙集團成員 辦會員匿名發文 向大學生借用存款部 做人頭帳戶 警方調查出不少詐騙來源 大多都來自D-CRAD網站 甚至還涉及兒哨 妨害名譽案超過上百件 D-CRAD遭搜索 但傳出內部員工 一度以隱私權為理由 拒絕配合 讓警方在外面 站了至少兩個小時 像連知名的臉書 I-C 暗動一下規範 警方犯哪些暗謂 退發公文調資料 但D-CRAD卻不良審請 其中縱容這些大列子 在最前面犯罪 D-CRAD一度不配合 還搬出大法官釋憲 強調隱私權受憲法保障 讓人質疑是不是在保護不罰 監警在進入搜索的地方的話 可以依照票上來進行處理 那如果只單純 以隱私來進行抗辯的話 恐怕是不合理的 對此D-CRAD表示 目前法務等部門人員 正在對提供各資一案言傷犯法 只是匿名發文 原本是要讓會員安心發文 但也成了新的犯罪形態 該如何拿捏成一大考驗 3D新聞到達成了一句